听村子里的人说那是一片吃人湖 她的湖底静静的躺着一个村庄 名叫士林村 两个月前 崔贤珠带着酒意连夜开车外出 途中她遇到一辆奇怪的车 这辆车的车主叫吴英琪 她正因妻子逃离自己 感到满腔怒火 吴英琪进入士林村 而崔贤珠则因迷路一直在村口徘徊 吴英琪到家后 发现女儿士林偷用了妻子的口红 她狠狠地打了她 而此时妻子打了电话 吴英琪扬言要追踪手机找到她 士林听后把蜡烛扣在父亲脸上 拿着手机逃出了家门 逃跑途中她被崔贤珠开车撞到了 崔贤珠看着浑身是血的士林 一脸惊恐 把她丢进了湖中 第二天警方已在湖底打捞起了士林的尸体 吴英琪崩溃大哭 深夜 崔贤珠沫游到湖边 她赤裸双脚 发狂地对着湖面喊叫 士林的招魂礼上 法师傅身搬地走向崔贤珠的儿子瑞源 并说要带她一起走 崔贤珠看到后冲了过去 发疯似地将法师扑倒在地 她带走了儿子 瑞源哭着告诉父亲 士林的尸体被打捞上来时 她就在岸边 从那天起 她夜夜都会梦到她 崔贤珠听着 后背有些发冷 而另一边 吴英琪被警方告知 士林曾遭遇车祸 凶手掐死她扔进了湖里 她刚要离开警局 传来了妻子自杀的消息 吴英琪赶到招魂礼 怒气冲冲地打翻了一切 扬言一定要找到凶手 让她付出同等代价 那天晚上 她重走了一遍 士林的逃跑路线 一直走到了湖边 她从湖里捞起一根潜水线 经调查主人是安成焕 吴英琪去找了安成焕 对方承认 出于工作需要 曾下过水 但她提供的视频记录 惊喜了嫌疑 安成焕面带怒容地 告诉吴英琪 初世那晚 士林曾向自己求助 被她指控性骚扰 所以她没有开门 吴英琪听后 沉默地离开了 安成焕陷入了 深深的自责中 根据监控车辆记录 吴英琪开始怀疑崔贤珠 而崔贤珠也得知 吴英琪可能认出了自己 那天夜里 崔贤珠梦游时 被夹子夹上了脚 吴英琪望着夹子上的血 一脸默然 崔贤珠对安成焕 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她幼时应对父亲 心怀怨恨 把她的鞋子丢到了井里 因为听说那样 父亲就会死去 后来父亲真的投尽而亡了 可自那以后 她夜夜梦到父亲 在井里喊着自己的名字 说完她买里泪水 决定去自首 吴英琪得知 崔贤珠要自首后 把她绑到了水库操作室中 透过监视频 崔贤珠看到儿子 正被绑在水里的一棵树上 而水位正慢慢高涨 崔贤珠求饶未果后 起身撞到了吴英琪 她慌乱地按着按钮 想要解救儿子 然而却不得所以 她准备打开水门 尽管那样会淹没整个村子 可她顾不得了 她拼命撞开机械室的门 打开了闸门 水一泻而下 瑞源得救了 以几十条生命为代价 崔贤珠坐在地上 崩溃大哭 她再也回不去了 七年后 崔贤珠被判了死刑 而这七年中 瑞源只来见过她一面 她责问父亲 为什么要救自己 因为我是你的爸爸 从监狱出来之后 瑞源问安诚焕 为什么愿意多年养育自己 她怕如果不管 瑞源会像士林一样死去 无音器绑架了瑞源 准备在崔贤珠面前杀死她 却在途中得知 崔贤珠自杀了 她回忆了和妻子的初见 对着脑袋开了一枪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只魔鬼 没遇抉择时 她就会吞没我们的良知 逼得我们最终 选择了利己的那一方 然而魔鬼也是一时的 懊悔却永生相随